武漢肺炎疫情肆虐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6号公布了最新的入境规定 从7号开始 港澳人士来台必须要先居家检疫14天 今天早上从香港来台的航班 飞机上只有5名港籍旅客 而且都只是转机不用隔离 但是有一名女性旅客 疑似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一下飞机就被带领 搭乘香港航班抵台的旅客 被驿管局人员带走 因为他疑似出现发烧症状 而其他检疫人员则是口罩手套戴好戴满 因为从7号开始 港澳人士来台湾一踏出国门 就得先居家检疫14天 除了港澳人士之外 台湾人从香港转机返国 也得自主健康管理 不过没有限制不能出门 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6号晚间也公布最新入境规定 港澳人士来台必须待在饭店或固定居所 居家检疫14天 另外中国籍旅客则全面暂缓入境 外籍人士14天之内曾在中国港澳地区待过 一律禁止入境 规定上路第一天7号上午香港入境航班 总共只有五名港籍旅客 而且都还要转机到其他国家 因此也不需要隔离 等于几乎没有港籍旅客要入境 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也强调 香港澳门旅游警示灯已经调整为黄色 建议民众若非必要别前往防堵武汉肺炎 不可大意 简直上台报道